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一开始 我们就要来关注 全世界都在盯着看的 美国总统大选最终场的辩论 这一回两位70几岁的候选人 川普跟拜登 算是守秩序 不像上一次 口水满天飞疯狂的强化 不过辩论会开始之前 电邮门的事件 又有了爆炸性的发展 因为拜登的儿子杭特 他的合伙人 今天早上出来 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他指控拜登不只知道 他儿子的事业做多大 而且拜登还拿了 10%中国企业的股份 到底有没有拿钱呢 川普也在辩论会上 对拜登穷追猛打 好 精彩的辩论会 我们稍后一起来看 另外就是美国国务院批准了 三项对台的军售案 好 大举提升我们台湾的战力 好 当然哦 这又让中国外交部气得跳脚 而另外一方面 台湾的政坛焦点 就是双北市长 柯文哲跟侯友宜 最近不断为了这个捷运环状线 到底该归谁管 吵得不可开交 隔空交锋 好 交通部长林佳龙 今天提出了捷运总公司的想法 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好 不过现在让林佳龙 更伤脑筋的还有就是台铁了 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一箩筐 居然被爆出哦 今年5月份台中成功站 南侧断轨 现场人员回报30公分 接电话的人却听成34公分 30公分听成34公分 这会不会太离谱啊 螺丝没有拴紧的台铁 现在是拿乘客性命在开玩笑吗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到第一位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 孟起豪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是 民进党发言人严若芳 孟起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再来我左手边 欢迎到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协 好 再来介绍的是民进党 台中市党部副执行长杨宗理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台教会代理会长陈立辅陈老师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来看哦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0天咯 今天早上呢 台北时间早上9点登场的 最后一场辩论会 川普跟拜登火线交锋 好 这一次双方大部分都很忍耐 忍住 没有插嘴 赶快来看一下他们精彩的表现 美东时间22号晚间 总统川普跟对手拜登 在田纳西州贝尔蒙特大学 进行最终场辩论 两人都打了代表自己政党颜色的 林戴登场 第一个交锋议题就是武汉肺炎 川普率先表示 全美武汉死亡率有大幅下降 很多州的疫情都出现了缓和迹象 疫苗很快就会出来了 拜登则是反拼面对武汉 川普政府毫无头绪 要是当选 他会确保美国人民都戴上口罩 并加大检测能力 两人从武汉扯到中国 让川普趁势再度紧咬拜登 赐子韩特的电邮门案 川普追打电邮门 拜登全力自侵 两人从电邮门转到国家安全 拜登直指 除非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河 自己才会与他见面 还反过来批川普 自称是金正恩的好妈迹 川普也强势回击 在美国内政方面 双方为欧际健保的去留 和纾困案针锋相对 讲到种族问题 川普表示有好好照顾非议民众 最后被问到气候变迁议题时 拜登说要是自己当选 他会带着美国 重返巴黎气候协议 川普则说 他不会为巴黎气候协议 牺牲美国产业 在他带领下 美国碳排量 已来到历史新低 我们看到 今天这是最中场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赛 今天聚焦在武汉肺炎 还有种族议题 以及气候变迁 国家安全等等 六大主题上面 好相较上一次辩论 被CNN评为真的是史上最糟的一次 这一回两位70几岁的候选人都不再强话了 所以CNN主播来评论 这真的有进步啦 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陈老师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现在大家在秩序上面来做文章 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因为上一次就是太夸张了 好像是小学生吵架 因为有为他们美国人比较重视 他们是Gentlemen的这种 又被人家讽刺 这一次又事先放出消息说 恐吓说会停止麦克风播音 所以大家知道说万一 如果被人家关掉的话 会蛮丢脸的 所以我觉得两边也比较自制 这次蛮克制的 其实因为主办单位已经说会关麦克风 所以它不会造成这种迥向 所以第一个改进是因为 过去上一次的回应对两方都不好 两方都受伤 第二个是说主办单位 它有强势的作为的准备 那再来就是这最后一场 大家必须把主要的议题赶快呈现出来 没错 所以这个做的是这样 那么我想这一次的辩论 就川普主要的重点 我觉得还是都有讲出来 但是他的辩论的技巧 主要是在针对整个民主党 作为他辩论的对象 而不是拜登 所以拜登有讲一句话就说 我才是你的竞选对手 你不要讲 不过因为川普他想要把 他对于民主党政策的差别讲出来 而不是对 那第二个拜登的部分当然就是 他着重在对他个人的 这个有关涉嫌 这种不道德或贪腐 或他家族问题 对 他儿子的事 对 他的策略是在这个部分 那他其实也没有因为这个有什么改变 那他就是比较强调说 这个他是 不管是任何比较重要的国际协定 或是国际组织 他都主张是单边的 不是多边的 那这个川普长期以来反多边的这个做法 就反对国际组织方式 共同决议的做法 而美国要主导这个 或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 这个在我想是蛮一贯的 在他辩论也讲得很清楚 那拜登在 拜登的这个对川普的挑战里面 这个川普里面有讲到一些 我觉得他怎么回应这个办法 就是说 其实两党其实在这个 最重要是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这个事情 影响美国到现在为止 川普提出来是说 在一月以前 我曾经创下 有史以来美国最好的经济恢复 跟最低失业率 那么如果你们相信 疫苗很快就做出来 事实上他都说已经送去审查了 只要疫苗来后 美国就可以不必封锁 就可以马上恢复 阶层去年一月以前的状态 那么你们就应该投给我 那拜登讲的是说 你虽然以前不管做怎么样 你以前都乱做 而且这一段时间你做得非常烂 所以再交给你的话 美国会更惨 应该马上用雷霆的说法 手法把美国封闭起来 避免危险吗 而且他自己就得病 对 然后这个讲法就是说 其实两党在某些策略上 其实都有一点换的角色 其实某一些政策 两党都有做调整 包括民主党过去的做法 川普点出来说 你欧巴马八年也没有做那些 为什么你现在叫我做 我现在做很多事情 只是继承你 我不想再改变而已 其实拜登在说 你为什么不马上封锁 然后川普就说 你自己一开始说 叫我不要封锁的 我后来才封锁的 也是你叫我的 所以这个两党在某些策略 其实是用实际阶走来看的话 都有一些互相交换跟变化 这个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 互相都不减分不得分的话 重点就会集中在 一个就是拜登的个人家族 和他儿子的问题 另外川普就是说 大家相不相信 川普会把疫苗做出来后 恢复到美国优先的利益 我想今天辩论 我想重点我看的是这个部分 谢谢 今天这两位的表现都相较于上一次 真的是有进步 而且当然除了在武汉肺炎的疫情上面 交风交火之外 重头戏当然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针对电邮门的事件 今天川普跟拜登也是唇枪舌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稍早最新精彩的片段 拜登儿子 韩特的电邮门丑闻越滚越大 总统川普紧咬不放 辩论最终场爆发激烈攻防 所有的电邮 电邮的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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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你和你的家庭 拜登说是抹黑川普 穷追猛大 当天稍早拜登闭案爆料人 韩特的前中国事业伙伴 也召开记者会丢出震撼弹 I've heard Joe Biden say that he's never discussed business with Hunter That is false I have first-hand knowledge about this because I directly dealt with the Biden family including Joe Biden On May 13, 2017 I received an email concerning allocation of equity which says 10% held by H for the big guy In that email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H stands for Hunter big guy for his father Joe Biden 巴布林斯基 还拿出2015到18年 使用的三只手机 曝光他和韩特 往来的简讯 证明自己2017年 曾在韩特介绍下 见过拜登 谈论了拜登家族的 中国事业 Hunter often refer to his father is the big guy or my chairman On numerous occasions it was made clear to me that Joe Biden's involvement was not to be mentioned in writing but only face to face In fact I was advised by Gillian Walker that Hunter and Jim Biden were paranoid about keeping Joe Biden's involvement secret 巴布林斯基 还表示自己不搞政治 但看到他们打着拜登 招牌 从外国公司 拿了数百万美元 让他相当忧心 他还表示 中国公司 投资拜登家族 这是为了政治上的回报 会将相关资料 交给参院 11月3号 大选在即 空对拜登 带来沉重一级 今天在美国总统 川普还有拜登 他们两位辩论会 进行开始之前 拜登的儿子 也就是杭特 他的合伙人 巴布林斯基 召开了记者会 指控拜登 真的有收中国企业 大概10%的股份 所以在辩论会上 川普就说 拜登真的欠民众 一个解释 因为大赚中国财 而且还说到 说你儿子给你的信 提到这个大人物 抽一成 那个大人物 指的应该就是你了 整场美国总统大选 真的就像八点党一样 来若芳怎么看 因为拜登说 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拿过 外国来源的钱 反倒是总统 指的是谁 就是川普 他说他反咬总统 川普在中国 有秘密的账户 我觉得在这场辩论 当然刚刚大家都已经讲到说 大家关注的就是 两个都 这次都节制很多 没有互相抢话 那整个在新闻上面呈现也说 其实对于整场的辩论会 其实并没有新的东西出来 可是民众关心的好像就是说 拜登你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因为真的很像连续剧 他真的是一爆再爆 一爆再爆 而且越爆越多 包含家族的丑闻 包含他拜登的儿子 可能有一些 性的上面的一些关系 性丑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上面 像我有个朋友 我就早上就赖他 他在美国 他嫁去美国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们早上有看吗 他说他看完他们只是想要 真的想要了解说 在美国 国家安全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也关注就是在美国 其实如果你对于 呃 未成年性侵或者是性骚扰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看重也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是联邦罪嘛 那所以他们在这个上面他们会说 不管他们今天是谁 可他们想要在这场辩论赛上看到的是 彼此的问题是至少有一个层面上的答案 而不是说我说我没有 但是因为你今天早上你儿子的合伙人 就已经讲得那么明就说 Big Man就是你嘛 对 那我觉得 因为现在离那个投票时间真的已经太近了 剩10天而已 剩10天我觉得可能就会变成说 关注到就是美国人在这上面来说 你信不信就变成两极端 到底谁在这个最后能够吹出投票率 谁可以把自己的支持者 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吗 那你没办法讲清楚 然后你说现在交给 即便交给参议院或者交给FBI 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 这么短时间之内查出说 有或没有或者是确切的证据 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后面的美国大选 真的已经变成说 有些像我朋友他们家 比如说属于中间的选民 他们就觉得他们在考虑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想投票的意愿 那因为大家双方有些疑虑是讲不清楚 那后来我觉得就变成说 现在大家都讲了极端化 极端化就越催得出来现在的一个状况的 那有可能就是当选率可能就越高 那毕竟这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嘛 可是我觉得在国家安全上面 在美国人来讲不管哪个国家来讲 国家安全真的很重要 那毕竟你今天如果说像之前他们的副总统 候选人贺锦丽可能被大家被问到说 那你们对于中国的策略啊 其实他很多的中国策略是没有办法讲清楚 因为被大家翻出来说 你先生在中国有很多的投资 然后你帮中国那边打了很多的官司 那包含说拜登可能在这上面是不是 就是未来如果你当总统会不会有一些疑虑就是 你被人家掐住一个小辫子 就是你有拿钱或什么的 或你跟中国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 大家是去做证据上一个分析 然后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 确认到底有没有这个案件 然后确认说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那只是我觉得就是到最后 可能就像之前的韩国伟市长一样 他在选总统大家就问他很多说 那你的钱哪来 你怎么这么多钱 然后你的资金 那你的房产现在是违建 那你卖给谁怎么这么低价 那他都说我现在在跟你讲大海 你在跟我讲漱口碑 就这样就过了 因为现在也不了了之了嘛 所以我觉得就会变成像台湾之前那样子 你信者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你拿出再多的证据或者是 再多的讲法其实 就是最后这几天 那谁可以去催出自己最多的支持者 那就有可能是把投票率把它催出来 没有错这个选举只剩下最后倒数十天了 来请教这个国书委员 因为过去拜登都说 他儿子杭特在海外的事业 他都不知道 他都没有过问 可是今天杭特的合伙人出来 自己抖出说 他就是有拿这个10%中国企业的股份 不过这个拜登说 他儿子从来没有赚过川普所说的中国钱 然后他自己也从来没有 这显然跟杭特合伙人的说法 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 我想拜登这个说明 可能更多的美国民众想要了解是 人家举证利利 那你没有任何一个说法 只是说没有我都没有 但是不可能就因为这个样子 然后大家就相信你 因为人家是有拿出简讯当中去的 对没有错 显然这个电邮门的事件 还会再继续延烧 我们不要忘记了 现在一天一泡 他有一位川普的大将叫朱利安尼 他还有预告还有好多料要报 不过我想这一场美国的大选 从上一次的电视辩论 那不叫辩论那完全在吵架 那今天上午的台湾时间 今天上午的这个辩论 看起来比较像是辩论 不过还是 还是在指责对方 还是这样电光交火这样 火光四射 那当然大家策略一定是有的 那川普的策略当然很清楚 就是吹哨策略 就是我的支持者 请快点回来支持我 那以目前美国大选的情势来看 的确在很多的民调 这个拜登是稍微领先的 那很多民调做的也是拜登赢的比较多 那川普他赢的机会在哪里 他们要自己去盘算 我靠什么样的机会下 我可以获得这个胜选 也就是说 有非常多原本要支持 拜登的选民在最后的阶段 这个拜登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 那么理想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这一场选举应该是 不喜欢川普的人 跟不喜欢拜登人在比赛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彼此都在找不喜欢的人 你来投给我 可是当发现不喜欢我的人 也未必投我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策略了嘛 那拜登显然在这一次电油门事件 我看对他是有影响 不会没有 特别是航特的和我人也出来讲了 这个事情还会再延烧 因为这刚刚发生的 那今天拜登也没有回答得很好 那选战剩下10天 10天看你说其他的议题 比如说种族的议题 经济的议题 那疫情的议题 今天川普也有说了嘛 他未来很快时间要产生疫苗 然后他也创造非常多 就会机会等等 所以显然其他的议题 都不会是焦点了 现在的焦点剩下10天 就是看拜登怎么处理电油门的事情 如果川普的阵营 再提出更多的市政 指出拜登的确有一些丑闻 这个丑闻 当然现在已经发现了 就是说他的儿子 有涉及未成年的性丑闻 对 这是重罪 这个在美国是天条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一定是比川普的 什么种族歧视 那个都还要严重的 再来现在刚好是美国 在一个仇中的大选的气氛里头 如果我们可以进一步 再发现 如果说拜登 你的确跟中国有生意的往来 那的确是如 Hunter的儿子的朋友 Hunter的朋友 他说的 你是一个大人物 那你有这个收了10%的盈利 如果他被举证出来 那这个杀伤力太大了 所以我看到最后左右选举 大概就是丁友们 这个事件能不能在未来10天内发生 发酵 如果发酵 当然这个拜登就非常不利 那拜登的阵营 他现在当然要想 我如何做更有力的说明 证明说 Oh no 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是他目前更没有提出有效的策略 不过整个大选到现在我们来看 胜负难料 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一方面 其实也不用过度的去压保 我昨天看到国民党的党团总召 林维洲他在压保 他支持拜登动算 那早上郑立文委员他也预测 拜登一定会赢 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他从非常多的通讯投票里头看到 那一个比例 但是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压保 而是说你要压保谁当选 你总是要讲一个理由 那这个林维洲 他是国民党的党团的总召 然后他公开支持这个拜登 他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说 如果拜登当选可能会把川普跟台湾的 这个美租苏台的这个政策 把他给翻盘 所以他要去集结国民党的力量 要去说服拜登 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压保 而说你压这个保的理由 太瞎了吧 太一厢情愿了吧 怎么台湾的美租的议题 可以跟美国大选沾上边呢 事实上在今天的辩论里头 他们也从来没有谈到 美国对台的政策 对台湾的议题 也没有在今天的大选的辩论里头 被谈到 那我想我们要很清楚 美国对台湾的贸易 包括美租进口到台湾来 这个已经是一个进到美国的行政程序 这个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属 他们很早以前就是有这样子的 他们的国家的政策 即便是民主党欧巴马在任的时候 他们也是极力主张 这个美租一定要消台 怎么可能 拜登当选了以后 这个政策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压保的时候 可能要去提出一个理由 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 到时候在谈论 我们要面对美国大选的时候 我们要讨论 什么样的状况下 是符合台湾的利益的 这个可能会失交 那肖美秦大使 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台湾不会 也不应该在这次大选里头 公开表态的 做压保这个动作 我们必须要跟两个阵营 同时的接触 然后未来 不管是谁当选 我们都要帮台湾 未来的利益 包括未来的台美的合作 包括台湾安全相关的问题 贸易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在美国大选之后 做一个最符合台湾利益的 做法跟政策 来这个到底台湾 要不要压保这个候选人 我们稍后再来谈 不过要先来请教 这个民贤议员的是 看到今天电邮门的事件 其实还是整个辩论会的重点 那你怎么看 他拜登感觉上都是被动反击 因为他到目前为止的态度 都是说一切都是抹黑啦 都是假的啦 而且重要人物他的儿子到现在 都还在身影 如果你被抹黑 你不用站出来 好好澄清一下吗 我先简单回应一下 刚才国书委员说 林维祖在压保这样不对 甚至民党有人说 林维祖暴冲 其实不要这样说 现在不太多民调 台湾是谁去川普的 民众42%乘川普 30%乘拜登 那就是一个意见的表达而已 那不代表政府的政策 负责外交政策在外交 是总统府 但是压保的理由是什么 你问42% 川普叫什么理由 我觉得说大家意见表达 宅押洞不会负责外交政策 宅押洞的意见表达 如果照国书委员 70%表态的这些民众就不对吗 不要这样讲 我觉得有点过头了 其实对台湾来说 我们一张投票权都没有 人家在证明这样化修 有时候我觉得实在是要讲过头了 那我们要观察是这样子 第一个 今天聚焦的六大主题的辩论里面 当然COVID-19也有 聚焦在我们很关心的 在电邮门的部分 其实双方都有攻防 拜登当然回吐说 你川普在大陆做生意 也有缴税 甚至比你国内缴税的多 双方聚焦在这么多 老实讲 这项的双方美国选举 真的是历届选举里面 相对的是比较负面选举 比较难看 包括上次插话一百多次 然后这是双方攻击 老实讲比民主国家老牌国家来讲 台湾的双方民主化程度 比美国还要进步了 说真的 虽然我们的民主 只有三十几年而已 至于说 这次老实讲 说聚焦在这里 对民调影响到多大 因为投票大概剩十天左右 现在大概两成多的人 已经通讯投票投完票了 好像三千多万人投完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程度是多少 因为现在媒体 民调实在太多了 到底对一个真的 所以有点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可是为什么第一个 川普会攻 拜登的小孩 Hunter在大陆做生意 然后拜登还抽干股 拜登就指控说川普在大陆缴税那么多 背后显示的意义就是凸显两岸政策的部分 双方两岸政策其实是不一样 如果假设为什么台湾人很多都希望川普当选 川普当选的话会延续目前的政策 对台湾国家安全军售武器 这些会持续 感觉起来他比较挺台湾 所以他的政策就是因为围堵中国 过去来讲的围堵叫做containment 拜登他的外交顾问是谁 过去欧巴马的副国务卿布林顿 布林顿他这几天有提到 如果拜登当选的时候 他的外交政策会改变成为 跟中国是这样既竞争又合作 不会全部跟全面跟中国脱钩 所以看起来台湾就会很欢乐 说是不是拜登会他的两岸政策 会改变一下 不会像川普这样对台湾那么好 很多人是担心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与其国书委员 与其攻击说国民党你们暴冲 你们都挺拜登 我就不要这样想 我没有说暴冲 你那个理由 你想一个比较正当的理由 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子 因为现在政策在划多高 你们现在国安部门 应该要做好沙盘多远 川普当选之后 如何更进一步加强 那如果假设拜登真的当选了 如何跟拜登的外交测试 保持好关系 这比较重要的 不是说现在还没在算 就开始在买国民党了 不对吧 因为美国的事情买国民党 国内的事情买国民党 至于说最后这一个邮电门 会发酵到多少 我觉得真的 这个真的最后怎么发酵 好那个就说 之前的纽约市长 他最后川普的律师 最后提出什么证据出来 可能一箱照片 搞不好还不会一枪毙命 如果那个影片公布出来 真的怎么样了 那个影片杀伤力效果会比较大 不过现在美国国内的主流的媒体 报道这个还没那么多 假设真的有震撼性的那种影片出来 那真的就会一枪毙命 目前看起来 他的杀伤力跟发酵的效果还没有 美国国内好像比较冷冷 反而我们台湾 我觉得感觉有点蛮好玩的 来这电邮门的事件会不会继续发酵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回来再来请教总理来帮我们分析 好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来关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这个电邮门事件真的好比是连续剧啦 一天一集每一天都非常精彩 首先来看到的是先是被爆出杭特呢 跟14岁未成年的少女发生这个不正当的性关系 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呢 同时现在也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他就说这真的堕落到令人恶心 而且杭特的爸爸拜登也知道喔 而且今天更惊人的这个部分要来请教总理 今天连杭特他自称是杭特的前合伙人 好这一位他出来爆料 他说他见过拜登啦 就是杭特引荐他去认识拜登的 那拜登也抽了干股 抽了10%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股份 这个部分总理怎么看 今天这个这场辩论会 我觉得其实当然大家都讲说 可能跟上一场比起来好很多 那不过这个是因为游戏规则啦 因为上一场一样都谈六大主题 这场一样是六大主题 每一个主题大概15分钟 那其实主办单位有规定前两分钟麦克风是关掉的 对 所以你等于前两分钟是没有办法插话 可是两分钟过了以后还是可以插话喔 是 所以我今天早上稍微看了一下 其实今天插话最多的是谁你知道吗 是拜登 我自己看自己观察 就一直过去上一场啊 你会看到川普一直在插话 可是今天这场反而一直在插话是拜登 为什么 因为我想拜登是自己有心理准备的 因为电邮门的事件 他是不是心虚啊 他应该是有所准备 所以他不断的想要做一些回击的动作嘛 所以不断在插话 那可是他插话有没有把话讲了清楚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号的地方 因为其实包含今天你看到这场辩论会里面 你看到说 他在提这个 尤其这个白手套这个是电邮门的事情的时候 拜登他一直回应说 我跟我儿子没有从这个外国势力里面 拿到一分钱 然后他也讲说 他儿子在那边的投资是没有赚钱的 然后我就想说 很奇怪 你在那里做到 就是你先姑且不论拜登 来看航特好 航特在中国投资 或者是跟乌克兰做投资等等 你怎么可能投资是不赚钱的 这完全跟我们的想象是有落差的 标节行李怎么会有人要做呢 因为他投资的是大 他跟我们这种小胜利投资是不一样的 他投资的都是什么天然气石油这种东西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就是说 当然在这一场辩论会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布林斯基 巴布林斯基他爆料 但是我觉得他爆料应该是有所本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先来看这个人 巴布林斯基他是美国海军退役的军官 是队伍的海军 美国人其实对军人是非常敬重的 因为尤其是对职业军人是非常敬重 因为可能跟我们在台湾对军人的看法 也许也不太一样 可是在美国其实对军人 尤其是这样职业军官是非常敬重的 所以他的讲话的分量 其实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而这样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回到辩论会里面 川普就一直在攻这一点 那川普在攻这一点 我自己会认为说 他其实要巩固他自己既有的支持群众 因为其实距离选举大概只剩不到10天的时间 那不到10天的时间的话 他要先巩固他的所谓的传统支持者 那川普的传统支持者在美国 因为我们还是不 我要跟各位观众讲 就是说我们不要从台湾人的观点来看 那从美国人的观点看 川普在美国的传统支持者 所谓的这种中年 蓝领 然后白人 异男 异性恋男 这个是他还有乡村的 乡村地区的 这个就是所谓传统的 坚定的川普支持者 没错 川普是需要去巩固这一群的 所以他在打 包含你像在打性丑闻也好 打这些电邮门 白手套等等的东西 他完全会打中他传统的支持者 所以他这部分是可以巩固的 那另外 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再吸引到中间 甚至其他的偏民主党的选民 这我都觉得还是不一定 因为你会看到说 我刚刚讲他们有谈六大议题 对 这六大议题里面 在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 你谈家庭 谈种族这件事情的时候 甚至谈到经济 在美国里面就有相当分歧的意见了 他还是会到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各自归位 比如说你谈家庭好了 在美国里面你谈到这个婚姻 同事婚姻或同事议题 可能共和党民主党就有非常大的不同意见了 那包含像是看种族议题 像种族议题啊 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我们可以不只是黑人的 这个种种的事件而已 包含亚裔 亚裔人口 亚裔族群 因为昨天拜登不是在 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 在海外的世界日报投书吗 他投书里面 就是特别针对所谓的亚裔族群 在美国的亚裔族群 过去比较少被重视到 但是民主党向来就是针对亚裔族群 会去抓他们这一群的支持 那他当然也提到台湾的部分 不过大家一直在讲说 这个投书里面有讲到台湾 我还是要讲要从美国人的立场来看 他谈到台湾他其实也不过就是谈台湾 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 台湾是一个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台湾是一个科技的重镇 大概讲这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不用你说我们台湾也都知道 那我是觉得啦 就是其实他的那个整篇的投书里面 就跟他今天辩论的内容就有点像 包含他要讲说他在经济里面如何把这个经济 在美国的这个失业要如何再去降低等等 那可是你说如果川普在今年没有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之下 他的经济会不会很好 其实美国经济其实还是不错的 只是受到这个武汉肺炎的拖累 所以你如果要持平的去看美国经济状况的时候 我不知道美国选民 他是完全就会投给拜登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那你回到他的那个投书里面 他也讲说他在讲这个针对牙医族群 牙医族群里面很大一块其实是中国 在美国的中国人 所以他也要兼顾所谓他谈的是美中利益 他没有完全说中国不好 他谈的是如何兼顾美中利益 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在这个部分 他跟美中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系 他谈的就相对保守了一点 跟这个川普的这个很对中国很大要禁事的这种封锁 美中贸易战等等就有一点距离又会出来 那所以我觉得回到美国人立场来说 他就还是要就是这个各自阵影归位 是这一场美国总统大选 只剩下最后倒数十天了 不过这一次大家觉得也是蛮好奇的 为什么台湾人这一次特别关心这个川普跟拜登之战呢 这个各种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来请教陈老师 好到底美国总统大选会影响到台湾什么样的情势呢 其实最近这一阵子台湾人非常热衷来看美国总统大选 这就要来请教陈老师啦 因为川普他说他连任后要对中国做很多事情 讲到中国台湾人的吃中国嘛 另外拜登昨天也有投书 他说台湾是美国最亲近的伙伴 好像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有提到台湾耶 陈老师 第一个就是说最近 第一个就是说像有一个民调说 全世界最支持川普的外国好像就台湾嘛 比例是最高的嘛 第二个就是说台湾好像没有一个电视台 没有在追这个新闻 甚至今天早上我看随便切每一台都在live 每一台都在转播变速 对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算对的啦 正常的因为 我们常常会批评说像我在上课说 我们有时候过度美国观点 过度美国的报道太多了 连美国的狗叼到井里面也要报道 或者美国发生火灾什么 我觉得这确实是 那些美国的一般市务集跟台湾 或是纽约发生什么事情 根本跟台湾没什么关系 或纽约流行什么 但是美国人其实他们一般来讲 他们平常比较不关心的事情 就选举才关心 像他们的总统层级这个选举 这其实跟台湾的未来 跟安全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台湾人应该平常 不要太关心美国吃吃喝喝的 跟那个家庭娱乐 那个不要太关心 但是台湾对美国总统层级 要非常关心 因为台湾可以存在的理由 至少一半以上是依赖美国 跟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在保障 对确实 然后我们很多的政策的架构 法律的架构 包括跟其他国家的往来的模式 都跟美国息息相关 包括国际的参与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美国 我们武器马上就中断 就算你现在已经买到 你以后也没有零件 你不能升级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还有一个 就算我们现在有东亚最厉害的 铺爪雷达 蔡总统刚去看 如果美国不愿意分享里面的资料 我们不要忘了 这个东西是只有台湾有 日本没有的 而建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 而这里是有一些条件的 就是这个资料 必须跟美国分享的 而且我们付钱盖的 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两位工程师在驻守着 就是说确保这个是不会违反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所以像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们台湾的国民现在有在关心美国总统选举 我觉得是比只关心职棒 只蓝要更进一步 我是肯定的 我不是像一般的想法说 这个不重要 第二个是说台湾 我说有一个角度 就是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台湾 其实台湾拥有美国总统投票权的 也许超乎我们的想象 就是说他不会告诉你而已 很多人他从事 因为台湾在全世界里面 是少数拥有 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 像中国是不承认双重 很多国家不承认双重 日本也不承认 而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 很多人会去取得美国籍 然后是回来放弃台湾的国籍 再恢复的 所以他们其实都可以投的 那我们不会告诉你说 他有没有而已 所以就我所知 我的朋友里面相当比例是有 只是他们没有去投 要不要投而已 那么现在比较热 所以台湾其实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不过我觉得不足以撼动 川普跟拜登 为什么 因为台湾很大部分住在加州 就台湾的居住州 大概都是铁州很多 或者是华盛顿州 大概都是挺民主党的 当然没什么好发挥的 但是我们不能 但是为什么拜登要讲说 台湾是好朋友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 因为他这次提的副总统候选人 是一个印度裔的 也是一个亚裔的 那他现在 然后他本来因为 那个黑人之前被警察打死 所以黑人的问题 其实川普受到很大冲击的一个理由 所以黑裔的人 非裔的人 他比较支持 这个拜登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在这个直栏 在很多领域是这样 那么最大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最大的外来族群是西班牙裔 那西班牙裔 这一期的辩论就有讲到 到底对于 所以所谓的小朋友被遣送回去 其实都在暗示西班牙裔的 华人的小孩被遣送回去 到不了念台大而已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重点是墨西哥裔的 或是中南美裔的小孩 遣送回去要干什么 难道回到山里面去 送那个骨科检吗 骨科业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其实西班牙裔这一次在讲的里面是美国最大的超越黑人超过十几%了 这个部分是在辩论里面 就拜登基本策略就是西班牙裔是崛起的一个最大族群 非裔他的基本盘 亚裔他提的那个副总统候选人 就是印度裔跟华裔要做这个 所以他要把这个全部串起来 让川普孤立起来 所以他讲到台湾有一点 第一个是用这个角度来论述的 就是这个一环 大战略一环 第二个台湾的这些样 台湾是川普常常提起的一个角色 也是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所以那他突然大家又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为什么台湾那么挺川普 所以他必须在里面特别提到台湾两个字 他是需要的 他要做一个平衡 还有一个我认为就他个人来讲 跟民主党立场 这比较早点讲 就是说其实民主党长期以来 是这个台湾的党外运动的伙伴 就威权时代 支持台湾民主的 包括美丽岛世界各种关系都是民主党 那挺国民党 威权政府的都是共和党 卖武器也是共和党 长期是这样 一直到这个后面慢慢才转变 可是拜登不要忘了 拜登当年是卡特时代就从政的人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老民主党的人 他年纪或是经历都是老民主党的人 那民主党其实在台湾跟台湾的民进党力量 耕耘很久 然后照理说台湾人选出民进党 应该是跟民进党的立场 过去的历史观念是很接近的 没想到现在台湾的人 全国最挺共和党的候选人 这是什么 那民主党以前30年都白做了 所以这个其实本来是 当然民主党感到欣慰 可能是刚刚讲的 就是黄伟讲说 那个林维州很挺 这个也蛮不错 其实我是觉得 我只做一个 这个只是开玩笑 政治人物 或是准备要接任的影子政府 都不应该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随便做出最后的正式的支持或反对 因为你不会知道结果 你们注意看 连中共 习近平都不敢说他反对川普 连习近平都不敢出来讲 也就这件事 因为影响美中关系太重要了 那影响台湾跟美国关系更重要 所以我们更不能讲 所以这个不是 蔡总统她一直都没有讲这件事 我觉得也是对的 朱振昌没有讲这是对的 就不应该讲 那么国民党如果未来会接行政委员 跟总统的储备的人 也不应该太讲得太直接 那当然林维州这样讲 应该是国民党没有准备 他更上一层楼 所以他讲没关系 所以我不认为国民党有讲 那个是完全林维州个人的 吴都英没有讲就好了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吴都英跟他的立场 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台湾人这次真的非常看重这场美国大选 这边也要请教国书委员 因为昨天拜登的投书他特别提到说台湾是美国最亲近的伙伴 不过这几天大家也翻出了就是已经过世的前立委蔡同荣 他2008年又投书 披露说其实拜登过去曾经阻挡过台湾安全加强法 所以拜登对于台湾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 来请教委员 当时蔡同荣就曾经投书过 就是拜登当年还是参议员的时候 本来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台湾安全法的相关法案 就是说我们除了台湾关系法 我们还有一个台湾安全法 那我希望美国在整个台湾的安全上 可以做更多的抑注 然后在美国的众议院其实是压倒性的 大家都同意了 可是这个案子去到了参议院的时候 拜登反对了 对拜登阻止 拜登也是民主党 坦白讲我们台湾传统来说 应该是跟民主党过程大概很生命 所以那个时候拜登把这个案子给否决掉了 我们那时候有非常多民进党的前辈 大家也觉得在那个时候是难以接受了 那当然当时的这一个决策 当然就影响后来整个 这个美国的民主党 他对台湾的策略跟发展 在这一次的选举 你看台湾就因为川普他所领导的共和党 他采取对台湾不只是一个友善的政策 而且是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双边关系 那这个双边关系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架构 就是共同防卫的这个系统 那当然这样看得出来 就是说台湾这个的战略位置 对美国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川普他也一再的去表示 在疫情之后的全球的产业链的重组 台湾一定要有角色的 所以在很多的川普的说法里头 让很多的台湾的民众认为 川普当选以后对台湾是有利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民调可以显示 如果在台湾做民调的话 川普一定遥遥领先拜登 但这不代表就是川普他就有机会 因为台湾可以影响的其实很少很少 因为台湾人现在居住在美国 大部分都在加州 那在加州其实是一面倒 都是民主党的支持 那所以台湾事实上在这一局 可以影响的不多 不过我们就可以从一些脉络里头 来找出台湾最好的战略位置是什么 与其是预测谁能够当选 或者说我们要去押保谁 我们总是要很清楚的知道 台湾跟美国现在的关系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美国跟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 过去的历史渊源 那未来选举在10天以后就见真章了 就知道结果了 我们要从过去的历史经验 去找出最符合台湾利益 跟美国交往的模式 这个是未来我们要思考的重点 那我想台湾要做最好的准备 那台湾在这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是站在台湾的国家利益来看的话 我们也不应该把一个国内的议题 这个美洲的议题 无限扩大到跟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系 然后利用这样子的说法 然后只是要获取政治利益 那事实上林维洲 我不是说他不能去压宝去做赌注 我也不是说他不能把他的立场 做一个宣示 都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我们理由是什么 那为什么你要去支持拜登呢 拜登如果当选对美国 未来对台湾的政策会是什么 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国家利益 那总是要有一个说法出来 如果不是为了整体的台湾的国家利益 而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的动作 只是为了要区分说 你看到最后一定是拜登赢 所以我国民党赢了 如果只是用这样子的 这样的想法 或是这样子的立场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未来国民党 他如果要处理更国际的事务 外交的事务 我想国民党恐怕还没有办法 让台湾民众可以安心 来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11月3号之后就见真章了 不过呢 不管谁担任新任的美国总统 现在眼下呢 最重要就是美国国务院 已经批准对台三项军售 到底是哪三项的武器 可以大举提升我们台湾的战力 稍后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